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喜欢翻案 我们在学校读书是这样的 今天不是这样的 我的经验就是前几年我自己去了剑桥 在一间酒吧里叫第一个 鹰 你说到你好像去了剑桥读书 没什么分别的 你在那里撞过艇 第二个我不敢说 大台长去过学到的东西特别多 那里是他们声称当年 这位Francis Crick和Watson 两个人想到这条选择 DNA是螺旋形成的 就跑到酒吧里大叫一声 所以说是流的 没有这件事 其实没有这件事 不过我在那里看到一个牌 就是写着Watson & Franklin 这位女士也有份 去发现了DNA 但很不幸地 就是她在这个发现之后 患了癌症 等不及了 六多年的时候 两位男士就得到鲁尼掌 三位 我忘记了 Morris Wilkins Morris Wilkins 他和Rossalyn Franklin 是同一个研究小组 是同一个研究小组 他们认为这是研究小组的公共产物 而且Wilkins 的研究小组是做Hack 但是Rossalyn Franklin 这位女化学家 就是她在这个小组下 独立地开工 她自己搞 她自己也有弹努力 结果是Rossalyn Franklin 自己 还是因为她的研究工作 也受到这个研究小组 和整个研究机构之助 是属于公共的事情 还是她的事情 这里有东西 而且重要的是 无论Morris Wilkins 和Rossalyn Franklin 也有带其中一个研究生 叫Glossling 一起去拍照 所以有些照片 是由Rossalyn Franklin 加上Glossling去拍 有些就是Wilkins 加上Glossling 一起去拍照 究竟哪张照片有用没用呢 那Wilkins 究竟有拿哪张 或没拿哪张呢 最后是哪张 导致最后大家想到 这个双螺旋结构呢 其实这里有很多 不同的演组空间 现在有一个最继续的演组空间 是两个人偷了我的片 那就是最喜剧性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会重提这件事 就是因为最近 应该出了一本书 在《Nature》 这个集志上 写很详细 我有看完 就是究竟这件事 因为我们看回他的笔记簿 是 看回他法国的论文 是 是 跟我们一路认知 版本是不同的 是 但是我的疑问就是说 就是 这件事为什么会咬那么久呢 为什么现在到现在 他才二刑二三年 就是这件事是七十年前 是 七十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到现在 才能找到新材料 是否没有人做 完全没有人做研究 大家听到其中一个两个版本 就在那里 在那里 我自己纯粹猜 什么原因呢 第一 James Watson自己本身 也是写过一两本书 去明地暗地 去批评Roselland Franke 因为他不喜欢他 是的 另外 你记不记得 我三月份的时候 说的《Ford Howe Error》 那次翻案就是为吴建豪教授翻案 那为什么三月头战呢 每天三八是苦女战 其实很多时候 可以说很多 我想为女性科学家翻案 是一个 现在继续不停地要说的 应该是潮流 但是我们觉得是应该的 是的 我这么说 我不要撇开是男是女 总之功能是谁 就说是谁 我觉得起码要做到这样 是吧 无论如何都好 吴建豪教授 Roselland Franke 我觉得绝对是女性科学家 我不管她有没有拿过议帐 但是有些他们贡献 有多少多少少的故事 就在这个过程中 就带起了上来 大家其实都希望 找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 因为现存对Roselland Franke 来说很多事情 由James Watson的资料 就比较煽情一些 James Watson写过两本书 一本叫做DNA The Secrets Of Life Double Helix 另外另一本是戏剧性的 叫Double Helix Double Helix 就说Roselland Franke 将它塑造成黑把背形象 其实是很衰的 就是这样说 如何真实地还原 在这个发现过程的角色 是谁打谁 我觉得在这个历史研究中 是值得去提 好了 现在最新的讲法是如何呢 就是原来看漏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看漏了一封信 看漏了一个没有发表的期刊 的文章 是1953年的 但是对于Roselland Franke 那个贡献 我想现在没有人去质疑 没有人会质疑 首先想想想 在当时的世代 1950年代 是那种叫X-ray crystallography 一个很兴盛的年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用X光技术去看分子结构 当时是获得很多很好的结果 我们知道因为X光 它有高的透射能力 它打入分子结构 我们去掌握一些反射信号 我们可以还原本身 去打入物体内的分子结构是如何 如果它是一些比较硬的物质 我们很容易用X光技术去看到它的结构 但是对于一些软的物质 软的物质是什么意思呢 你被X光打进去就散了 那些东西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是说生物化学内的 就是一些很容易打烂的结构 他们那时就想到一套技术 将结构凝固着锁住它 Roselland Franke就是做这些东西 其实我说不止Roselland Franke 如果以女科学家来说 不止Roselland Franke是做过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你看回Roselland Franke前的 不知几年左右 已经有女性的科学家 因为是懂得用X-ray diffraction X-ray crystallography的技术 去看一些很有趣的生化物质的结构 而去获得了露布尔掌 所以Franke就是说 他可以在DNA界别的结构研究是一个先驱 但如果用整体上 是用这种X光的技术来看一些生化分子结构 同时不止他一个人去做这件事 是的 但是现在很具体说的就是第51号照片 是的 有戏剧做过Nicol Kidman做过 Roselland Franke 当然他这个角度 就纯粹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说这件事 但是现在这个法案本身 我相信没有牵涉到利益问题 我想隔了这么久 大家没有什么需要争取利益来说 我想最重要的是 Franke自己也没有办法赶紧 在班洛贝尔掌生存 即使他也拿不到 是的 那张双螺旋结构的发表 1954年 然后1958年 Roselland Franke的卵巢岩过身 1962年 就扳了给James Watson Francise Craig Maurice Wilkin 这三个人去认定他们 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贡献 是的 他的具体的说法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一个其他说法 应该是一个主流的说法 就是当时他拍了这张影片 但是他不懂得解释这张影片 是的 这是一个主流的说法 他看了一张影片 但是这两张影片 突然想起来 这张影片应该是螺旋形的 就做了一个模特儿 是的 如果你说我三个人 我认为Maurice Wilkin 是最有能力去演绎 这张相片后面的双螺旋结构 因为那张相片 他不会真的拍到一些东西 不是拍不到的 他是一个录影 他是一个录影 他是一种录影 你从录影到录影 到原始那些东西是什么 而且那种录影 不像我们一张灯 打下来拍整个轮廓 你还看到 不是的 他是一种经历了晶体发散 但是有些干涉现象的图案 所以你一定是一个物理学很厉害的人 Rosen Franken 他自己是化学家 他对于里面的光学物理 他学过少少 但是他不熟 基本的东西他懂 但Maurice Wilkin 他自己本身 就是完全是X光专家 X光打落一些东西 散射出来什么 Wilkin是很清楚的 然后Francis Crick James Watson自己 不是到Maurice出身 他们贡献在哪裏 就自己找一些卡纸来剪辑出来 所以一个就提出理论模型 整个模型出来 然后Wilkin就将他的实验结果 演绎出来 就认为他们这件事是吻合 是一个这样的合拍 Rosen Franklin 他有能力拍这张照片 你如果问我 他是不是最有能力 他演绎后面 其实就是双螺旋结构 即是来自一个双螺旋结构 他没有这种能力 亦都不清楚 而且他在他在生的时候 似乎也没有很多 说这件事背后是Helical 或者我会这样想 如果他没有跟其他人合作沟通 他很难去给出这个结论 现在台长展示出这张照片 应该是B51 最原始的照片 你看到这个螺旋在那里 你看到螺旋在那里 你以为是看到一个X字 对 你怎知道这件事是来自 有些X光打进去 双螺旋结构 就能够给出这件事 普通人当然能够看得到 但是专家呢 我读完物理我都看不到 我还未看得到 但是现在的说法 其实当时Rosser Rangler 看到的 但只不过他未觉得 这件事是要拿取 那个copyright 或者所谓的专利权 Payton 或者之类 因为大家没有想到 日后的发展是这样的 可能他也不会想着 这个Rosser Rangler 我为了这件事走去研究 其实我想很多科学家 都不是这样想法 不是说 喂 现在我定了目标 我要拿Rosser Rangler 我想没有人 没有人会这样做科学法 是吧 你只要有个问题 我们怎样去解决 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这100年的科学 是集体做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是一个人自己 可能外人士坦是 但没有其他人是这样做法 所以只不过这个公案本身 就是今天 你说是否最有final 我也未必这样说 但是 越挖就应该有越多东西出来 但你甚至乎 就算现在有Nature 这边 Neo Neo Comfort 这位人兴 这位教授 他这样写 他这样去评价 Rosser Rangler 我亦都觉得 无损他的贡献 因为你问我 就算他看不到 他拍到这张照片 帮大家证实这件事 我都觉得他可以 如果他做在生 应该是要分给他 也不为过 你说不分给他 但是有功论 你说吴建雄教授 不分给他 他也是一个相当地位 相当崇高的物理学家 我不会加一个女字 他不需要用一个女字 他的过程超越了性别 对 超越了性别 Rosser Rangler 也同一个级数 只要问题是 的确在欧洲的科学家里 女性的地位 作为科学家的地位 是有歧视的情况 对 你长期都是 你想想 如果说居礼夫人 你自己本身 如果居礼夫人 那年代虽然很早 但也有少少那种 叫做妻凭夫跪的现象 你如果看回那部电影也是 他老公很容易 获得到一个机会 但他就要很辛苦 甚至 即是 就算你看居礼夫人 虽然最后他有很多奖 但他在整个学问过程中 是受到很严重的 很多不合理的阻力 而且他也不是法国人 去波兰瑞 另一个例子 可能中文可以说 就是Jocelyn Bell 这个就是1967年发现的Poulsers 但就不是他拿了奖 而是奴隶拿了奖 这件事又是公案 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有些叫什么学术奴隶 我很多 写了论文 其实排头的人 通常是没有工作的 排尾通常是老闆 排头的人 是否没有工作 就是这样说 我不知道排头 是否一定是没有工作 但很多时候 你做最多的那个 未必是排到头 我起码只知道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怎样说 哪个贡献 多些 少些 但是老闆一样的劲 类企劲 类企劲 你不能教 不是你类企劲 你做事而已 没有人跟你类企劲 对 我有这个目标 有这个内容 就是在下面 只是执行而已 有这样的事情 你有没有试过这些事情? 我吗? 我兴幸在 我做研究不太好 所以也是找不到人笨 没有人找到我 也没有人找到我 我也做出来的事 也没有任何伟大的创建 也没有人来争 所以这些故事 永远跟我无关 但其实是很看你云气的 我觉得是你有上班 有上班的人才可以去争 对 你可以说去争一下 其实已经代表你是一个很厉害的 很超班的人 对 所以就算先前说 杨振宁李正道 他们自己有权 我自己怎样争 但我两个都不厉害 是的 我会认为 科豪回忆到将来都要回忆一下 我想快的了 快的了 总之没办法 这些顺其自然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